9月15日 一段防疫人员销毁 某封闭小区居民网购物品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 视频中 一名身穿防护服的防疫人员 不断将集中堆放在一处的物资 扔进垃圾车 这些东西几乎全是 小区居民网购的生活物资 这一浪费食物的恶劣行为 引起网民愤怒 让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角 Sol anti-iong 小区居民网购物ע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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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